走路赚钱也有免费的 然后我们这个蛇也可以赚钱 还有就是AXIE INFINITY版的 手游也是免费可以赚钱 再加上新鲨类型的赛鲨鱼 照样免费可以赚钱 Hello大家好 大家应该知道最近那个跑鞋项目挺刺激的 也是挺火爆的 那我们今天就来讲一个走路项目 我们不用跑了 走路多轻松啊 跑来跑去汉流一大堆 基本上这个的话 你下载一个软件在这边 然后你就不管它了 就是基本上它后台自动运作嘛 慢慢的帮你赚钱 然后你呢也可以介绍到 介绍给朋友赚点钱 大家也可以看见我这个 大概我试了有好多天了嘛 我一共赚了 这里面应该是它14个币 就基本上你每天 比如说走个500步 或者1000步都是有一些奖励的 就是说你看一个广告 就是有奖励嘛 项目方 虽然说给你免费的 当然它也是要做赚广告的 钱的跟派一样 但是这个是要上线了 派现在还没有上线 我们就不讲它了 还有就是你还可以加入它一些活动嘛 比如说有些它是占助一些非洲的动物啊 就是你加进去应该走完以后 这些步伐走完以后 就是可以得到一些多余的币嘛 你每天在某某时间段还可以加成 就是说你赚的币可以双倍 大概只有20分钟嘛 你赚的币呢 也可以拿去它商场里面 去换一些实体的东西 这是真的可以换 你如果想比如说一整年加成 你想支持这个项目呢 你就可以买个年费 年 年费的会员 25块美金 或者25块刀 随便你怎么讲 然后就是你赚的钱会双倍 到以后上线以后 你如果它这个币很值钱的话 那你就 赚的更多钱 对啊 还可以换成eBay的礼卷卡 还有其他的商品 比如说买一些狗狗的东西啊 还有化妆品啊 好 第二个项目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个 Manus Snake 元宇宙的蛇 要它的英雄也是可以买的 然后你如果想直接玩它游戏 就是直接可以在它官网下载 这款游戏呢 也是一个非常轻松 而且又好玩的 像好像吃蛇一样嘛 进去打肉 又简单又好玩 而且还搞笑 里面呢 你也可以每天都可以抽取卡升级你的英雄 只要你打打了几场战斗以后 你点数够了 你就可以进去里面把你的英雄提升到下一个等级 就是攻击力啊 血力什么都会增加嘛 比较好打一点点 当然你如果想偷懒的话 尽快升的更强的话 商场也是有的 你可以在里面购买一些币 然后直接把它们升级上去 当然这里面如果想打PVP的话 其实也是挺简单 而且又快 都可以找到的 在里面玩的话 还是挺轻松快乐的 免惠版是跟人还是跟电脑玩呢 这就要你自己去参考参考 在这游戏里面 赚的币都是可以照它的官网去转换 虽然说转换需要转换好几步 但是还是可以掏线的嘛 还是挺好的 在英雄的选项里面 你也可以自己排列你的出场顺序 因为有些带头的话 比较强的话 就比较耐打一点点嘛 自己可以调一调 好下面这一款 就是类似于 Xie Infinity的游戏 叫做Summoner 就是一个大美女 就是召唤出几个小精灵 然后帮你冲光打 就是打天下 这个游戏里面有故事型 闯光型 还有PVP 但是PVP的感觉 应该都是真人玩家 就是难度比较高 大家可以看到 这只是第一局 我是打了非常的非常的难啊 到最后只剩下一个 舰艇舰艇 还是被他消灭掉了 所以说这里面 应该来说是真实的玩家 把你给灭掉了 也有可能呢 电脑设计的比较难 就是让你有那种欲望 去升级他 去买他的盒子 去充钱 做一个大牢 游戏就是这样子来的 但是你不想充钱也可以啊 免费盒子每一天都有 都可以抽出一些东西 如果运气好的话 相不方如果有良心的话 有可能就给你一些 比较好的稀有的精灵 你就可以闯光杀架 夺得天下 当然你如果有买他的NFT的话 也可以连接他的钱包 这个东西都在官网 自己可以去看一看 好 今天要讲的最后一款项目 就叫做Shark Race 就是新杀 就是杀鱼赛跑 然后他们现在是有那种demo 就是背了测试版 但是 你需要一个他们的NFT 他们的NFT也不贵 也不便宜 但是你就是 步骤比较麻烦的 你先要买一个 就是锻造或者铸造的 一个PASS 一个门票 买完以后 你要用这个门票 再去买他的NFT 大概他门票是150块钱 你买一个门票 然后一个NFT呢 是需要300块钱 一个就是他们的组合装 像组合装的话 你就拥有一个NFT 然后游戏里面的东西 还有以后 以后他有空头 也会空头给你 然后还有就是回馈 回馈给你那种币 再加上以后 他可能还会有一些 其他的 比如说活动 你都可以参加 目前感觉这个项目的话 还行吧 大家自己可以看一看 大家看一看他的NFT 也是挺酷的 他的游戏呢 就是长成这样子 就是在里面赛跑嘛 大家看一下 看上去还是挺有感觉的 在太空上面跑步 转毙 不要就是看你的鲨鱼 好不好 能跑多快 能不能把对方干掉 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所有的链接呢 我都会换在底下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看嘛 毕竟的话 好像游戏都还没 就是该出来都出来了 然后该上线的也上线了 反正就是 有些需要一点捡钱 有些就是可以免会玩嘛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 我呢 也不是财经顾问 没办法给你做任何的财经建议 所有的财经建议呢 你可以自己去寻找 问问这些人都可以去哪里找 自己看着办 好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